早安,在西湖边上醒来呢,请允许我心沉浸室的发带三秒 今天的第一站呢,就先去坐了观光车,然后围着西湖绕了一圈,来到了雷峰塔 唐先生说呢,三月份适合登高望远,所以我们就一口气爬到了最高处,一眼看下去心旷神移 走过苏迪呢,就在西湖边上坐一坐,还买了两根文创雪糕,走到哪儿也不会忘记吃这一口 下午呢,跟着网友推荐来到了孩儿像Citywalk一下,打开了这一家咖啡店 哇,那真叫一个人满为患 小哥哥后台们各种忙碌,一波操作之后呢,我的咖啡就上桌了 然后这个咖啡还蛮有特色的,是先喝中间的拿铁,然后再喝旁边的牛奶,最后喝旁边的冰美式 整个口感你别说还真不错,对得起这个狭小空间占满了这么多的人 出门又转没两步,就遇到了这家可可爱爱的小店 妈呀,哪个女孩子会不爱这样的店啊 我特别喜欢这个小和尚,我觉得他看起来好松弛呀 溜达溜达着就来到了发酵食堂,因为到这的时候已经下午了 所以可路里的口味剩的不是特别全 挑选了四种口味,逛吃逛吃的结束了今天下午的Citywalk 下午四五点的样子,阳光正好,夕阳西下 我跟唐先生马不停蹄的想要赶回酒店 记得我昨天说的吗,我可是要在这个露台上喝着小酒看西湖 总算圆梦,然后晚上呢就就近在酒店附近又找了一家本地菜 没有看任何的攻略和介绍,五点八点的也是一桌菜 然后吃的超级饱,因为想着今天也是在杭州的最后一顿晚餐了嘛 哎,又度过了喝酒吃肉的一天,所以饭后马上来消耗一下过多摄入的卡路里 这次杭州行呢到这儿也就结束了,我们贵阳见,拜拜